NASA顾问惊讶的发现 这幅画像的最底层 竟然没有草稿图 甚至就连作画该有的绘画痕迹 也都不存在 仿佛此画真的是瞬间出现一般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莲姐 公元前90年左右 使徒约翰写下了一本名为 《启示录》的书籍 并把自己多年来不断看到的意象 清楚写进书里 原来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耶稣过世以后 约翰总能看到许多的意象 直到后来他才了解 这些意象其实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事 根据《启示录》的记载 未来有天七印会被揭开 接着就会有七位天使吹奏号角 为末日拉开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 严格来说《启示录》并不是一本预言末日会到来的书籍 新制成的皇冠 没想到的是 就在《启示录》写成后的一千四百多年 墨西哥一名贫困的阿兹特克农民 竟然真的在前往农地工作的过程中 看到了《启示录》里描述的意象 而且这个意象还不止出现一次 根据记录在第四次意象出现后 这名农民穿着的衣服竟然瞬间被烙印上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重点是在科技逐渐发达以后 有无数的科学家试图要去验证衣服上的画像 但他们却无法在画像里找到绘画的痕迹 仿佛此画真的是瞬间出现一般 而就在最近又有科学家从画像里找到更大的谜团 原来在圣母的眼睛里竟然存在别的意象 难不成圣母正在利用这幅画像 向我们传递什么讯息吗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玛丽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丽姐的影片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瓜达如沛圣母画像》 西元1474年 若望迪野哥出生于墨西哥阿兹特克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丽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 因此长大后的若望在当地一处农地里 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本他以为自己将终其一生与耕种为伍 直到西元1531年12月9号这天 若望一如既往的早起工作 但却在前往农地的过程中 闻到了一股玫瑰花香 当时他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照常理来说 现在已经是冬天 怎么可能会有花香呢 正当他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他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 站着一位神秘女子 神秘女子长得非常漂亮 身后还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所以第一时间 若望便知道此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神秘人没等若望开口 并以流利的阿兹特克语告诉若望 她是圣母玛利亚 从这一刻起 若望将作为她的使者 传递她的讯息 而若望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去告诉当地主教 弗雷胡安祖玛拉加 圣母要在瓜达卢佩的泰比亚山上 盖一座教堂 这座教堂将会陪伴当地贫困的人民 给予他们生活的力量 若望听完非常失落地告诉圣母 他非常愿意帮忙 但他只是一介小农民 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 说服教会在泰比亚山上盖教堂 圣母听完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说道 你必须要相信自己 相信我 圣母说完就消失了 仅留下一脸错愕的若望 有那么一小段时间 若望也曾怀疑自己 是否是真的见到了圣母 但下一秒 他马上想起了圣母的话 要相信自己 相信圣母 于是他飞奔下山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墨西哥城里的天主教教堂 弗雷胡安祖玛拉加是一名西班牙人 于1528年来到墨西哥 1530年被任命为当地主教 自从祖玛拉加来到墨西哥以后 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当地的建设 在当时大家都在压榨印第安人的时候 祖玛拉加是少数几个愿意挺身而出 捍华印第安原住民的人 不过尽管祖玛拉加是一位好人 但当他听到若望的言辞以后 人是无法立刻相信 毕竟在当时物资贫乏的情况下 盖一座教堂可不是一件小事 祖玛拉加告诉若望 他需要能够证明圣母显明的证据 以便证明这真是圣母的指示 隔天12月10号若望起了一个大早 他心冲冲的来到昨天与圣母相见的地方 他告诉圣母主教需要一个征兆来证明他的话 圣母听完告诉若望 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他会回复他的请求 听完圣母的话 若望非常的高兴 他心想明天就可以带着圣母显明的证据 让主教相信自己 但就在他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中以后 却接到了一则噩耗 原来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叔叔 竟忽然生了一场重病 若望立刻去镇上 请来了医生来为叔叔医治 但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 人不见病情好转 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若望实在无法抛下病危的叔叔 只好忍痛失约圣母 时间来到12月12号 若望叔叔的病情越来越不乐观了 就在若望不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候 圣母再次显现 当若望看到圣母时 她非常惭愧的向圣母解释 为什么昨天无法一约前往 圣母听完回道 你为什么不向我祈求帮助呢 记住我是你的母亲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那么你还需要担心什么呢 说完圣母告诉若望 无需再为叔叔担心 她不会有事的 但若望现在必须要立刻前往一处山的山顶 并采下那里的玫瑰花 向主教证明圣母显明的事实 当时若望心里还一度怀疑 冬天的山顶真的会有玫瑰花吗 没想到就在她赶到山顶后 还真的看到了玫瑰盛开的场景 她二话不说 立刻取下穿在身上的披肩提尔玛 这是阿兹特克传统的服饰 并以提尔玛充当麻布袋的方式 将玫瑰花摘下带给主教作为证明 经过一番努力 若望终于来到了主教的面前 但就在她摊开提尔玛时 奇迹发生了 只见原本放在提尔玛里的玫瑰花 忽然全数滚落地面 然后下一秒 在场众人发现提尔玛正在发光 而当光芒散去以后 主教竟然在提尔玛上看到了圣母画像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 毫无疑问 就在那天过后 教会批准了在泰皮亚山上盖教堂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 后来若望叔叔胡安·贝纳迪诺 也真的如圣母所说 奇迹康复 根据胡安的说法 在他迷流之际 他也看到了圣母 圣母告诉他 他不会死 并传达日后 希望大家以瓜达卢佩圣母的头衔来称呼他 西元1531年12月26号 在主教的努力下 泰皮亚山上的小教堂火速建成 而从那一刻起 瓜达卢佩圣母的奇迹就从未停过 第一次奇迹发生在西元1531年12月26号 这天教会举办了一场仪式 并准备把圣母的铁尔玛运往太平洋山上的教堂 根据记录 那天当地的印第安人都来参加了迁移仪式 并热情的举办了表演活动 以感谢圣母的到来 没想到却在活动中 一位表演者的脖子竟意外遭剑射众 当时所有人都吓坏了 也许是因为圣母的铁尔玛就在眼前 所以当时众人就将伤患抬到了圣母跟前 并在简单的祷告以后 就将伤患脖子上的剑拔出 然后神奇的事情再度发生 这名患者竟然在剑身拔出后不久 就不再流血 最后甚至奇迹康复 也许大家会觉得 这种事情实在有点离谱 会不会是以前的人在夸大事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例子 西元1990年5月 一名名叫巴拉格的年轻人 在吸食毒品的情况下 从三楼一跃而下 当时他的母亲亲眼目睹了一切 根据巴拉格母亲的说法 他当时除了立刻报警 寻求帮助以外 他满脑子都在向圣母祷告 他告诉圣母孩子需要一个奇迹 神奇的是 后来巴拉格真的奇迹康复 甚至还在一周后就出院了 他的主治医师霍梅尔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当时巴拉格送到医院时 伤势非常严重 他的脑骨及脊髓都碎裂了 几乎不太可能生还 不过最后他不但生还 甚至还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后来这件事情还被归类为 医学上无法解释的康复 而范迪刚也于2001年承认这是一件奇迹 而除了医学上的奇迹以外 还有人发现 瓜达卢佩圣母画像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 由于瓜达卢佩圣母的奇迹不断出现 因此随着时间的过去 也开始有一些科学家注意到了瓜达卢佩圣母 西元1979年NASA顾问菲利普S卡拉罕在教方的同意下 以当时最新的红外线技术拍下多张圣母照片 然后他惊讶的发现这幅画像的最底层竟然没有草稿图 甚至就连作画该有的绘画痕迹也都不存在 最不可思议的是 尽管距离画像完成已经过去了448年 但这幅画竟然完全没有变质 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母画像是画在铁尔玛上 而铁尔玛是以仙人掌的纤维制成 一般来说就算作为画布使用 顶多也就只能维持20年就会开始风化 但瓜达卢佩圣母的画像不但没有风化 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呈现出艳丽的色彩 其实早在NASA顾问提出这个疑问之前 西元1789年就曾经有人提出同样的疑问 甚至还有人以同种布料画了十一幅同样的画作 而最后这十一幅画却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数分解 也许会有朋友在想 瓜达卢佩圣母画像会不会是因为摆放在玻璃项框内 才能保存的那么完好呢 但根据教方的记录 圣母画像是在西元1650年才被表入玻璃框中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119年里 瓜达卢佩圣母画像是直接暴露在空气里 每天接受信众朝拜 亲吻甚至是触摸 然后画像依然保持在最佳状况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 而除了画像分解之谜以外 西元1921年11月14日 一名炸弹客曾以鲜花作为掩护 摆放在瓜达卢佩圣母画像的下方 企图炸毁画作 当炸弹爆炸的那一刻 就连大理石做成的祭台都被炸裂 连旁边的十字架也都被炸弯 但圣母画像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而这还不是最神奇的 西元1938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理查德约翰·库恩也加入了研究 瓜达卢佩圣母画像的行列 经过研究 他发现这幅画像所使用的颜料 竟然不是来自任何已知的矿物色素 或者是动物色素 这点后来也得到了NASA顾问 菲利普S.卡拉汉的证实 但根据菲利普的说法 当年最令他吃惊的 不是圣母画作的颜料谜团 也不是圣母画作没有风化 而是圣母穿着的披肩之谜 菲利普曾与多名天文学家 注意到了圣母披肩上的星星 似乎不是胡乱排列 而是百分之百的呼应了 西元1531年12月12日 当天的星象位置 而这一天就是圣母画像奇迹出现的那天 重点是这个星象排列的视角 不是从地球看上去 如果是以地球视角看去 是无法与圣母披肩上的星象对积 只有以太空视角看去 才能与披肩上的星象吻合 这不禁让人思考 难不成披肩上的星象图 是在暗示我们神所处的位置吗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 则代表了神很有可能是在地球之外 看着我们 而说到了看就不得不提到 自从西元1929年以后 就开始有人在圣母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位留着胡须的男子 人们认为这名神秘男子 应该就是当年看到圣母显明的 阿兹特克农民若望迪耶哥 不过这样的发现一开始却被科学家认为 是想象力太过丰富 直到西元1979年 何塞阿斯特汤斯曼博士 利用当时最新的技术 以25×25微米放大图像后 发现圣母的眼睛里 竟然存在13位人物 博士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当时 若望将圣母呈现给主教时的场景 而且这13人还是以不同角度 出现在圣母两眼当中 而这样的角度 完全符合人类眼睛的视角 当汤斯曼博士公布这项研究资料时 大家都很震惊 毕竟画像的眼睛那么少 要在里面再画上13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而且还是在比例符合眼睛科学的情况下作画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认为 瓜达卢佩圣母画像 绝对不是来自人类之手 甚至还有一位数学家 费尔南多奥赫达发现 画像里竟然含有数学密码 而这段密码还可以与音律结合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神的音乐 好 看完今天的影片 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你认为瓜达卢佩圣母画像 是否真的是来自神的创作 又或者是来自未知的高等生物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